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投屏软件 但大多数都需要安装 而且安装包都很大 运行起来还特别吃内存 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弹出很多广告 非常影响体验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真正的小体级神器投屏软件 QT ScreenCopy 它是一款开源软件 永久免费且无管 不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任何应用 也不需要Note全线就可以直接投屏 连接手机后几乎零延迟 就算用来玩游戏也毫无压力 更夸张的是 它还能同时投屏多台手机 并且可以同时操控所有投屏的手机 从它的命令版 Square Copy拥有的11.7万颗星 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 QT ScreenCopy 作为基于Square Copy开发的可视化版本 发布后也已经获得了2万多颗星 通过这个视频 你将从零开始完全掌握这款神器 尤其是做测试的小伙伴 建议人手一个 可以同时测试各种型号的手机 简直不要太香 话不多说 那我们开始咯 在浏览器中打开 QT ScreenCopy在GitHub上的官网进行下载 也就是这个地址 如果你在GitHub上下载比较慢 我也会放一份到网盘里面 大家可以在简介区自取 往下拉 找到Releases 这个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点击 这里就是QT ScreenCopy的安装包 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电脑 M1、M2芯片可以下载第一个 英特尔芯片选择第二个 第三个是Linux系统的安装包 这两个分别是Windows64位和32位 大家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就行 我的电脑是Windows64位 那我就下载这个 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下载成功后 我们把它进行解压 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 这个EXE就是QT ScreenCopy的启动文件 不需要安装 直接双击就能使用 可能是QT ScreenCopy的作者 没有申请微软的代码签名证书 打开时他会提示 无法识别到这个应用 没关系 我们点击更多信息 然后再点击人要运行即可 这个就是QT ScreenCopy的操作界面 这里是手机投屏操作区域 可以选择WiFi无线投屏 也可以选择USB直接连接 我们先用USB直连看看效果 第一次接入投屏的手机 我们需要做一些设置 如果是WiFi连接 第一次接入也需要这样操作一遍 在手机上点击设置 滑到最下面 找到关于手机 然后连续点击版本号7次左右 直到弹出一个锁屏密码 输入密码后 他会提示 你已处于开发者模式 接着 我们再回到上一集页面 点击系统和更新 就可以找到开发人员选项 打开后往下滑 打开USB调试开关 点击确定 然后再关闭 连接USB时 总是弹出提示开关 再打开 请充电模式下 允许ADB调试开关 点击确定 手机端的设置就都做好了 接下来 我们用数据线 把电脑和手机连接起来 正常这里会出现 一个设备号 如果没有出现 大概率是USB调试开关 自动关闭了 我们还是点击设置 系统更新设置 进入开发人员选项列表 再次把USB调试开关打开 点击确定 这时候 手机端会弹出一个 USB调试授权弹窗 点击确定 设备号就成功显示出来了 点击即可打开手机画面 响应速度非常快 我们还可以随意用鼠标操控手机界面 如果你同时要投屏多台手机 但是电脑接口不够用 或者每次接数据线感觉很麻烦 我们就可以使用WiFi来进行投屏 怎么操作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手机和电脑使用同一个WiFi 第一次使用WiFi模式介入的手机 电用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连接一次 出现这个设备号后 点击一键WiFi连接 在手机端点击确定后 你会看到无线地址框内 显示了这台设备的IP地址 接着再点击启动ADBD 在手机端再点击一下确定 允许USB调试 它就会变成IP地址 显示在列表框内 点击即可打开手机画面 接下来我们看充电这里 我把数据线拔了 它依然投屏在电脑上 我们把界面关闭 退出投屏程序 下次再打开时 电脑会自动检测到这台手机 并显示在列表中 双击即可直接进行投屏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担心 那如果我只是在其他同事电脑上连一下 以后它是不是就可以随意控制我的手机了 不用担心 我们在设备序列号列表中选中你的手机 如果连接的手机太多看不全 可以点击全屏 选择要删除的手机 选择好后 点击获取设备IP按钮 这里就会出现你的手机IP地址 接着我们再点击一下无线断开 你的手机就从设备列表中删除啦 再次使用WiFi连接时 可以直接在地址栏中输入你的手机IP地址 然后点击无线连接按钮 你在手机端点击确定允许USB调试后 它才会再次加入到控制列表中 不需要再使用数据线 点击即可继续投屏 如果你不记得IP地址 也可以接入数据线 然后再点击一键WiFi 它也会自动连接 拔掉数据线 双击 依然可以继续投屏 旁边的小按钮是一些我们常用的功能 比如点击下拉通知按钮 和我们从屏幕顶部往下拉 打开通知消息是一样的 这个触摸显示开关 打开的时候 我用手在手机屏幕上操作 投屏画面中会显示一个焦点光标 点击可以切换成关闭状态 关闭后 我在屏幕上操作的时候 投屏画面中就不会显示光标 在投屏过程中 可以点击关闭屏幕 单独把手机屏幕关闭 节省电量 如果需要临时查看手机 点击打开屏幕 即可唤醒手机屏幕 这个功能目前好像有一些小bug 很多手机点击打开屏幕后 屏幕依然是黑的 我们需要在右上角向下滑 调出手机控制中心 然后拖动亮度 手机屏幕才会自动点亮 点击电源 则会把手机和投屏画面同时关闭 在电源关闭的状态下 点击可以打开电源 点击音量加减 可以控制手机播放的声音大小 切换应用 相当于手机底部上滑手势 快捷切换打开的应用程序 点击菜单 可以快捷打开应用中的二级菜单 点击主界面 会快捷回到手机屏幕首页 返回键 相当于点击界面的返回按钮 回推到上一个界面 点击截图 可以快速截取手机当前画面 保存到本地 再截取一张 非常方便 除了截图 Coti Screen Copy的录屏功能也非常好用 我们需要在打开投屏界面前 先点击录屏 这里要注意的是 勾选录屏前 需要先设置视频录制后保存的位置 否则我勾选的时候 它会提示 请选择保存录机 在点击截屏的时候 也同样会提示我 请设置保存录机 我们来选择一个保存录机 可以直接放到桌面 然后再点击录制屏幕 打开投屏 这就已经在录制啦 关闭屏幕 OK 录制成功 如果你不需要在电脑上操作 直接录制手机画面即可 把后台录制勾选上 打开投屏 屏幕会是灰色的 你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即可 点击关闭 手机画面同样被录制下来啦 有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 我刚刚把这个自动刷新勾选去掉了 那这个自动刷新是什么意思呢 默认情况下 Coti Screen Copy会实时检测 每台手机和电脑的连接状态 并把检测到的结果 在ADB命令框内展示出来 当你手机和电脑断开时 它也会立刻在下面列表中 删除这台手机 这个在你同时连接多台手机时 非常有用 你可以很直观地发现 哪台手机介入成功了 哪台手机投屏断开了 如果取消勾选 我把之前打印的日子清除掉 这里就不会实时显示 手机介入状态 手机介入成功后 需要手动点击 刷新设备列表按钮 设备列表这里 才会显示介入的手机信息 所以 正常情况下 我会把自动刷新勾选上 当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为了避免干扰 就可以把这个勾选去掉 然后清理日子信息 查看打印的问题信息 在这个输入框中 还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指令的方式控制手机 比如 我想快速查看当前已连接到电脑的所有手机状态 那我就在输入框内输入 Diverses 点击查看 就帮我们打印出来啦 点击中止 可以中断正在运行的ADP mini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些启动配置 也就是打开手机投屏前需要做的设置 比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数据量 比特率越高 画质越好 但同时也会占用更多的带宽 这里有照比特每秒和千比特每秒 一照比特等于一千千比特 一般我们用照比特每秒就行 玩游戏 建议默认填写2即可 如果希望画质和性能都达到不错的水平 建议填6 可以从小到大一点点测试 看看多少数值 画面可以保持既流畅又高清 正常设置到20 就能达到超高清的画质了 最大尺寸 指的是投屏画面的分辨率 和比特率一样 分辨率越高 画质越好 但也会占用更多的带宽来进行处理和传输 这里建议设置到1080 如果是USB连接投屏 也可以选择1920或原始 录制格式选择MP4就行 锁定方向这个 如果选择不锁定 我在投屏播放视频 或者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是横屏 它会自动旋转投屏画面 所以我一般也不会动它 刷新脚本按钮 点击 会在列表中加载预设的脚本文件 用来优化特定游戏的性能和操作体验 比如Frag 和平精英 第五人格 这个应该是一个测试脚本 如果你投屏刷TikTok 选择脚本后 点击应用 它会把手机投屏的分辨率和增率调到最合适的参数 减少画面模糊或卡顿 反向连接这个 正常情况下 电脑会主动给手机发送操作指令 通过鼠标控制手机屏幕 有些电脑因为网络设置等原因 可能无法控制手机 勾选反向链接 则可以通过手机 反向向电脑发送链接指令 电力通信 勾选显示FPS 打开投屏时 画面中会实时显示当前的真例 勾选窗口置顶 手机画面会一直停留在窗口最上方 不会被任何窗口覆盖 取消置顶 效果是这样的 勾选自动吸屏 投屏后会自动关闭手机屏幕 叠神手机电量的同时 还能保护手机屏幕 无边框指的是投屏画面的窗口边框 勾选后 上面的边框会被隐藏 如果我把工具栏也取消 右边的工具栏也会同时隐藏 我们重新打开投屏看看效果 整个投屏画面是这样的 非常纯净 保持唤醒这个 如果不勾选 长时间不操作 它会自动吸屏 把保持唤醒勾选上 它就会一直保持亮屏状态 方便随时操作 但是手机屏幕也会一直保持点亮状态 增加电池消耗 在勾选保持唤醒的同时 把自动吸屏也勾选上 投屏后 手机屏幕会自动关闭 但是投屏画面会一直保持显示状态 USB线区域主要是用来管理投屏的设备 如果我同时投屏了多台手机 我会很难通过手机序号或IP来区分每一台手机 建议在这里给每台手机进行命名 比如这是第一台手机的名字 我们把它修改成蓝色 它又刷新回去了 这是因为勾选自动刷新后 设备列表每隔三秒就会重新刷新一遍 所以我还没来得及保存 这个列表就自动刷新了 在修改前 我们把自动刷新勾选去掉 然后修改第一个设备的名称 点击更新设置名称 然后再选择第二台设备 修改名字 点击更新设备名称 选择第三台 更新 这样就很容易区分设备号对应的手机啦 继续把自动刷新勾选上 现在我断开一台手机 重新介入后 它也会自动识别我之前修改的手机名称 选择手机 点击启动服务 即可打开这台手机的投屏画面 再选择红色 打开红色手机画面 点击停止服务 就能关闭投屏画面 也可以直接点击列表 启动投屏 如果你想快速关闭所有手机投屏 点击停止所有服务 所有投屏画面就会被一键全部关闭 除了一键关闭所有设备 Coti Square Copy 还有一个群控功能非常实用 点击投屏画面右上角群控 按钮变成红色 就可以同时控制所有连接的手机 我在主控手机上做的所有操作 都会同步到其他手机上 这个功能在做APP并发测试的时候 非常有用 这三个按钮之前已经使用过了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啦 这三个按钮主要是控制声音的 我们使用投屏时 默认只会把手机画面投屏到电脑端 声音并不会同步过来 点击安装SineCopy 它会在手机端安装一个音频投屏工具 因为SineCopy需要访问手机的录音权限和音频流权限 有些手机可能误以为是恶意应用 点击继续安装 移入管控 这就安装成功啦 装机 卡看详情 选择麦克风 然后收予它麦克风权限 接下来我们在手机中播放视频 我可以关闭手机动的声音 点击开始音频 声音会从电脑中发出 点击停止音频 就能关闭电脑中的声音 除了以上这些 使用投屏来给手机安装APP应用 也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把下载的安装包拖入到手机 就可以直接进行安装 不过 这款软件有个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能直接输入中文 我们需要先在旁边输入文字号 Country加X 点击输入的内容 然后按Country加V 当贴在手机画面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使用 Country Security Copy这款软件 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记得来评论区找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